這段就是我們媲美藍山的 竹影目鏡 這真的可以在那邊拍 那個臥虎長龍了 真的 吳雨昇導演來 如果真的看到這邊 一定會愛 很驚奇 沒有想到台灣有這樣子的 一塊土地存在 很整齊 然後剛好就像一個拱門一樣 然後就很像進到了一個 隧道裡面的感覺 我覺得跟不同的人來 當然就有不同的心情 上次是帶著我的老婆孩子來 那時候的天氣 那時候的感覺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上次來是陽光普少 結果今天一來 有點煙雨蒙蒙 然後滿山的雲霧 其實又是另外的一種不同的感覺 兩種對我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都會深深印在我腦海裡 太安那三分之一都主演 對 那為什麼這裡這麼的整齊 因為這營主他常常在整理 對 那之前因為這裡 這條路都是一定要經過 那這個那時候都還沒有尾 那很多遊客一定會從這裡過去 那有一對夫妻 他們就 女生爬上去 男生就拿一支這樣拍照自拍 對 就可能體型太重就斷掉 斷掉怎麼辦 你急著要回去 他就把它砍一砍 放在裡面就趕快走 早上營竹來看到天啊 有人傳出我的竹圓 又一圍就變成這種感覺 我是沃虎藏龍 對 所以他還特別把旁邊這樣圍起來 對 所以我們中午有一道菜也是 沃虎藏龍 我說一道菜 一道菜 叫沃虎藏龍 對 沃虎藏龍 我們今天只要沃虎藏龍 對 沃虎藏龍 沒錯 菜也叫沃虎藏龍 對 但是讓你去變化囉 對 這個竹是什麼竹 這個就櫃竹筍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會用櫃竹筍來入菜 對 我們就按個櫃竹筍 對 我們來先戴個手套 手套 安全地益 對 你有看到中心 中間的那個空空的嗎 有看到中心的 空空的那個菱角 中心菱就是 中心的那個菱角 我們怎麼會忘不了它呢 怎麼會這樣子 中心鼻 中心鼻 鼻 有啦鼻 幫我來接手 好 來 押竹交給美秀姐好 押竹 我 你押竹 你一刀下去就要斷了 好棒喔